同为皇后如意和傅茶郎化当家时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扎龙继位之初根基不稳 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 为了讨好皇上 也为了能落得个好名声 傅茶郎化当上皇后之后大肆提倡节俭 不允许嫔妃们太过浪费 非年节不能穿满袖的衣裳 不能穿太华丽的衣服就算了 就连过冬的炭火他都要给削减半份发 从今日起 不再用江南所进贡来的昂贵衣料 不配戴贵重首饰 平日里用的胭脂水粉和冬日里的炭火也要削半份发 为了能服众 他特地以身作则 舍去了修有大片织金花纹的衣裳 穿着打扮十分的肃静 哪怕是衣服上有绣发 也只是一些简单的样式 他所住的长春宫更是简约的不行 除了一些桌椅板凳 花瓶碳盆之外 就只有几个盆栽做装饰 简朴到这种地步 不知道的还真看不出来他是中宫皇后 在他的领导之下 后宫嫔妃们的穿着打扮也是越穿越朴素了 膝头上的装饰一个比一个少 衣服一个塞一个的素 衣公主魏苏绿云 穿着最平常不过的绿袍子 性格张扬的高夕月 换上了一身素粉色 连高贵妃都是如此 更别提底下位分低的嫔妃了 年纪轻轻的冒昧年华 一个个穿得跟看破红尘的老太妃一样 也不怪老黄黄要逊老化 皇帝膝下就指着几个皇子 如今正是绵延紫寺的时候 你却让嫔妃们打扮得 个个都像刚入关的女子一样 让皇帝睁着眼看谁去啊 再看看如意当家之后 如意是在扎龙掌权中期成为皇后的 那时候国父勉强 举国一片繁荣景象 他也就不用靠抠搜后宫 来给扎龙节省油子了 正所谓该省省该花花 有钱了就该高高排面了 如意做皇后的时候 头上的点翠垫子头就没断过 无论是护甲还是戒指 一个比一个精致贵重 每天换着戴都不戴重样的 他的翼昆宫更是不知道 比狼化的长春宫高几个档次 不仅仅是如意 各宫嫔妃们的穿着打扮 也都华丽了起来 各色各样滑贵的衣裳 其头上坠满了金灿灿的首饰 再加上点翠头面 显得整个人都富丽堂皇的 就连刚入宫的搭影 常在衣服上都是精巧的满袖花样 甚至是宫女们的打扮 都比狼化时期要漂亮 前后差距这么大 难怪景色回宫之后 对如意出言不逊了 正如如意所说 盛世景象自然和扎龙 刚刚一时不同了 如意死后 扎龙为什么要把他放进 纯慧皇贵妃的地宫里 从扎龙听信青天金的谗言 相信天象之说 怀疑是如意客死了孩子开始 到他为寒香剑封魔 怀疑如意和灵云彻有私情 以及之后的断发和勇气的死 扎龙一步一步的耗光了如意 对他的情谊 直到最后彻底死心 威延兰倒台之后 扎龙曾主动把皇后侧宝还给如意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他想要和如意重归于好 然而此时的如意早已心如死灰 对他的示好也视而不见 甚至还把两人的画像剪开烧毁 他烧的不仅是画 更是他和皇帝之间的情感 感情都没有了 画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看到被剪的画像之后 扎龙才明白 自己这些年对如意有多过分 如意又有多么的厌恶自己 在如意传的原著小说中 李玉曾问过扎龙 为什么如意的葬礼那么简陋 还把他放进纯惠皇贵妃的地宫里 但是扎龙也没什么想法 他表示自己不想废后 他一直都记得如意所说的 羡慕平民夫妻 想要过一夫一妻的幸福生活的话 但同时如意也说过 这个皇后他已经做得厌烦至极了 不用皇上废了臣妾 臣妾做这个皇后 已经做得厌烦批诀 现在的扎龙不想再用名分 捆住如意了 既然他什么都不在乎 只想要自由和永生 不愿意当自己的皇后 那他就如他所愿给他自由 把他塞进别人的地宫 也不是不重视他 而是已经去世的嫔妃李 身份差不多的就那么几个 再跑去那些生前不对付的 也就只有纯妃 一直都与如意交好 而且他觉得纯妃性情和善 正好底下一下如意身上的桀骜不驯 而他之所以想要抹去如意的所有痕迹 除了想要还他自由 或许也有想抹掉自己错误的意思存在吧 毕竟越要用力抹去的 往往越是不敢面对的 他不敢面对自己对如意所做的一切 可是越想忘记 往往却是最难忘记的 晚年的扎龙一直在怀念如意 还将自己的白发和他的青丝绑在了一起 他应该也很后悔付了如意吧 如意传是如何通过一张黑白海报 暗示五个女人之间的暗潮汹涌大 在如意传的众多精美海报中 有几张黑白海报格外的引人注目 颇具历史感的复古照片 仿佛真的让我们看到了百年前的轻功景象 就像他们真的在那个年代生活过一样 而这其中有一张照片很有意思 简简单单的几个动作 就把五个女人之间的暗潮汹涌 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幼若眼帘的就是如意和复查狼话 对立而做的博弈 自打在红利选秀时 把玉如意从狼话手里夺走 转送给青丝开始 复查狼话便把她视为了一生之敌 一辈子都在担心会被她阅足带袍 抢了属于自己的皇后之位 于是狼话开始算计如意 抓住一切机会想要扳倒她 而如意面对来势汹汹的复查狼话 总是能见招拆招化险为夷 薇燕婉轻身站在如意身边 如意微微地将头向另一边歪 剧中的薇燕婉确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巴结过如意 可如意却不想和她有太多的交集 注意薇燕婉的眼睛 她看的是如意和狼话的棋局 薇燕婉最在乎的就是权势 为了能上位她可以不得手段 比起博弈的人 她更在意博弈的结果 薇燕婉旁边站的是监狱炎 她站在整个棋局的正中间 端着茶杯俯瞰着整个棋局 剧中的她虽然亲近复查狼话和如意对着干 但始终没有真心实意的站对狼话 一直都是假意奉承 做山观互动 美滋滋的跟在别人身后简陋 和监狱炎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高细月了 照片中的她站得离复查狼话最近 别人都是在看二人博弈 只有她盯着如意看 剧中的高细月把复查狼话当成靠山 一心一意的为她卖命 因为对皇后的追随 以及扎龙总把目光放在如意身上 导致她开始针对如意 盯着她的意举一动 一有机会就去害害她 高细月讨厌如意从来都不是秘密 因为她一直都将对如意的讨厌写在脸上 就像照片中肆无忌惮的盯着如意看一样 妈呀 这也太细节了 当然啦 除了这张照片之外 其他几张黑白海报也颇有异味 就像两张合影对应两个不同的时期 但海兰始终站在如意旁边一样 如意传剧组真是细节 拿捏得死死的呀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宝子们下期还想看什么 记得在评论区里留言翻牌子哦 当我发现自己是你前女友替身时 难道我得到的一切 居然是因为纯元皇后 那我算什么 我究竟算什么 你不轰我就算了 还落井下石 其实 能有几番向腕腕 也算是你的福气 是吗 究竟是我的福 还是我的念 这几年的秦恩 时光 究竟是作风呢 最可怕的是 男友总是能做到吵完假第二天 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绕开矛盾点 进行傻瓜事求饶 欢欢 若你肯 你还是朕的宠妃 朕待你 还和从前一样 从前 我仍以为 还能回到从前 结局 分手 看看情场高手是怎么做的 吵架后先道歉 朕知道你受委屈了 拉低身份 道歉 态度成本 后来朕才知道 将你留在身边 才最为安全 最为温度 这不该是皇上做的 朕愿意 精心准备道歉礼物 为了迎你出来 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瞧瞧 皇上这是给臣妾天心装的 朕知道你喜欢绿梅 所以 特地制了这绿梅粉 装供你使用 还有神助公帮忙 贤妃娘娘 这绿梅粉怎么制 那可是皇上亲自淹没的 用密陀僧 白坛 冰片各一前 又以当季开得最盛的白莲蕊 白薯葵 山奈 赌弄香 炎至绝席 娘娘 皇上一直惦着您 在冷宫里容颜憔悴 盼着您能早日 红颜如昨呀 情话一出口 对方准松口 朕的手一直都在 你放心 如一 从今以后 朕绝不会让你再陷入绝境里 结局和好